白白一望端上桌 过年气氛瞬间满点 佛跳墙看似风顺 但有网友说佛跳墙根本乱做 还有人说就像用剩菜煮的 但佛跳墙难吃评比只得第二 最不想看到的竟然是长年菜 借菜就是觉得苦苦的 然后就觉得整个年都过得怪怪的 佛跳墙就蛮像坤的这样 还蛮大杂烩的 佛跳墙 芋头不可以放进咸菜里面 而今年热销年菜新宠 就是近期在台湾爆红的酸菜鱼 另外这些菜色同样很讨喜 我喜欢就是像油鸡那种有鸡洞 你知道就是那种透明的那个洞 醉鸡吧 它好吃又香又酒味 虾子也是制办年菜的常见料理 据说是新的一年 吃虾以求像虾子一样火跳跳 轮上高粱在点把火 至少乌鱼子鲜美上桌 业者指出餐厅热销年菜 乌鱼子米糕都上榜 大概12月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有客人在订了 米糕的话因为只要有个高质的 年年高升啊 步步高升这样子 那乌鱼子的话就是 因为它是鱼卵做的 所以象征就是会有多子多孙 受惠于一后餐饮业复苏 餐厅内药早在一两个月前就被抢定 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春节 还是由不少民众考虑到防疫 转而定购外代年菜 记者宇生信曹文宁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